哈喽,我是小仙,今天来折一个漂亮的荷花 放在桌子上当装饰,带给你好心情哦 需要准备三张纸,我用的是手揉纸,比较有韧性 粉色的用来做荷花,绿色的用来做荷叶 先来折出粉色的两个对角线 四个角都折向中心点 四个角第二次都折向中心点 四个角第三次折向中心点 这个小三角的这个斜边折向下面的这个边,折出折痕 另外的这个斜边也折向下面的这个边 沿刚才的折痕两边进行折叠,中间会有一个凸起的小尖角 其他三个位置向动方法进行折叠 其他三个位置向动方法进行折叠 把这个尖角位置撑开,一个手指向下按压,一个手指向上拉 大概拉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其他三个尖角相动方法进行处理 我们选纸的时候最好选有韧性的纸,不然很容易这里就会破 四个尖角都处理完后我们翻到背面 把下面这一层也向外拉 最后再整理一下荷花的花瓣形状 取出刚才的绿色纸,我们来做荷叶 先沿两个对角线进行对折 达到背面 的角面 码 JJ 这个角面 的角面 的角面 折叠好直痕从中间进行展开 沿着这两点连线尖角向后折 然后把这个小尖角也向后折一点点 左边的这个小尖角也向后折一点 一个角就处理好了其他三个角相同方法进行处理 相同方法再做一个小荷叶 最后用纸条再做一个花心 完成啦喜欢我的视频点赞吧拜拜 拜拜